国际消息来关心 最先爆出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 最近不断被美国指责是隐匿疫情 联合国安理会在9号的时候 举行了新冠疫情的视讯会议 美国又再一次指控 就是中国害得疫情蔓延全球 现在中国就不太开心了 当中外交部长王毅说 美国就是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者 还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也不太开心 立刻是大力搏斥 他谴责川普政府 不集中力量好好抗议 就只想转嫁责任给别的国家 联合国安理会9号就如何应对新冠疫情 举行视讯会议 美国代表在会中又一次指责 中国处置不当 对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有责任 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高升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耿爽 立刻摆出大家很熟悉的不高兴表情 驳斥美方代表 耿爽批评美国做出指责 只是为了达到自家政府对内的政治目的 美国这种把责任转嫁给别国的做法非常可耻 中国火力全开抨击美国 外长王毅10号在俄罗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会时 直知美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王毅说美国作为超级大国 却一切以本国为先 不断退出国际组织和反悔签署的合约 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反对强权政治 方知美国把这个世界拉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 华氏新闻网号B1